iPad Procreate 画图时常用的几款笔刷 嗨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最近在iPad Procreate 里面画图时常用的几款笔刷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最近我只要有在IG上面PO用这个笔刷画的作品 一定会有人来问是哪一个笔刷的水彩笔刷 那这个也是我目前唯一有另外购买的Procreate 笔刷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 Procreate它内建的笔刷已经非常多非常好用了 直到我看到一个朋友分享了这组笔刷之后 因为它的水彩效果实在是太逼真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这组来用 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也是有在画水彩的嘛 但以前我会觉得电汇的水彩效果都模仿的不是很逼真 那我就觉得不如不要在电汇里面用模仿水彩的效果 但是这组笔刷它真的非常非常像真的用水彩画出来 甚至说在画的时候如果用一些水彩颜料里面比较常出现的颜色 然后稍微刻意模仿一下水彩的质感 其实真的可以让人家有点难分辨到底是手绘还是电汇的作品 这组笔刷还是由KJ Watercolor Studio所制作的 Realistic Procreate Watercolor Kit 那它有分成Personal Commercial跟Extended Commercial 这几个不同的版本 那它旁边就有写推荐买Commercial这个 所以我买的是这一组 那这组笔刷把它汇入到Procreate里面之后 就会发现它除了笔刷之外 还有附六款的水彩纸 它每一款的纹路效果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我就先开其中一个 那打开之后呢点开涂层这边就是它水彩制效果的一些涂层 然后在底下有一个Painting Layer就是叫你画在涂层效果的下方 那它的水彩笔刷套组总共有这几个不同的效果 最底下这个是感觉用了很多水的这种笔刷效果 然后再上来这个的话是有点像先把纸打湿之后再渲染的湿中湿的画法 然后还有这种喷一些喷沫的效果 再来这个就是我最常用来上色的 基本上色都是用这一组Wet Brush来上色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Wash Brush 这个是把颜色暈开有点洗掉的感觉 然后还有细节 笔刷跟主要笔刷 这个主要笔刷真的就是边缘的地方 模仿的很像真的水彩在纸上干掉的那个感觉 那我来用它很简单的画一个画一张图 这些是我们的油画 是在纸上干掉的这种画面 我可以用它打开 然后把这个比较纸上干掉 在买到这种画面 就用到一种画面 加上一种画面 就是这样的画面 你用它在纸上干掉 然后走开 这个是什么画面 像是这样的有点 那些人的画面 有点蜜在纸上 我们记得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现在画好了一个假装是用水彩画出来的风景画 然后这个笔刷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把纸的效果关掉之后 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很逼真的水彩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灵魂其实是在纸张的效果上面 就算我现在不用它这一组笔刷 我随便用一个内建的笔刷 像用这个水粉画好了 算是Crocreate里面我觉得比较接近水彩效果的一个笔刷 就算用这个来画它也是很有水彩的感觉 那当然还是用它这组附的笔刷画 才可以最还原水彩的效果 那除了水彩效果的笔刷之外呢 最近我也很常画一些线条比较粗的漫画风格的这种图案 那所用到的笔刷主要就是甘油墨跟麦克笔这两个 那蛮多人跟我说它们的Crocreate里面是找不到甘油墨这个笔刷的 有可能是因为版本的关系换了名字或是没有再把甘油墨放进去 那大家就可以再另外找觉得比较接近的或是比较适合的笔刷就可以了 那我会习惯先用铅笔笔刷打稿 然后用甘油墨把尺寸条粗一点 在画线条的时候啊不用讲求一次画到完美 画完之后还是可以用橡皮擦在修饰以下线条 然后在画直线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用到它那个自动拉直线的功能 这样画出来的线条会比较可爱 然后边缘不用很仔细的去对齐线稿稍微有一点 白白的或是稍微有一点空隙或是涂出去也没关系 当然如果涂出去太多的话还是可以修饰一下 有光源在这边留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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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的Procreate近期爱用笔刷分享 那对影片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欢迎追踪跟订阅我的频道还有IG哦